美西华人学会将于2月5日星期日上午10点 在洛桥文教中心举办财经组年终学术研讨会 主题为全球资产规划 美国海外账户与财产揭露的最新税务及法律问题 来看相关记者会的情况 美国税法规定 凡是在美国长期居住的人 不管是美国公民还是持有美国绿卡的外国人 在海外拥有5万美元以上的资产 或者是储蓄在1万美元以上都要跟美国政府申报 自2009年以来 国税局两次启动了海外资产主动申报计划 而第三次海外账户与财产自动申报也于今年启动 美国国税局的局长在1月9号 就是今年2012年 他发表的时候 他就说他们在第一次2009年 跟第二次2011年的那个自动申报的那个方式 他们已经收到了4.4个billion的美元 就是44亿的美元 那么现在第三次的呢 现在也正式开始2012年的 而且这次呢 他完全没有定一个所谓的截止期限 就是很可能会继续做下去 针对美国海外账户与财产揭露的最新税务 以及法律问题 许多华人民众还是有许多的疑问 因此美西华人学会财经组 特别邀请男家知名的林清级会计师 向龙律师以及吕旭明会计师进行演讲讨论 我们今后我们美籍绿卡华人呢 报税的何去何从 我们在这次演讲会跟各位讲 今年的年底之前 还有一个增余一成税 有个500万可以免税 到底我应该不应该把财产送给小孩子 以后就两手空空 还是说还是厚在手里呢 这一次呢我们会讲 同时呢 也跟各位讲到有关所谓的8938 那个表格 今年新的就海外账户的5万块以上的资产 你需要申报 当然1万块的银行现金跟股票 这个一定是DEF90-26.1 那个表格还是要报 美国海外账户与财产揭露的最新税法 和法律讲座 将于本周日上午10点 在洛杉矶侨教中心举行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洽询美系华人协会 国际卫视记者张一瑞 刘徐会洛杉矶采访报导